這球球很值得說一下,為什麼呢? 因為你發現在每一個全球的選擇上 都有兩三個選擇 但為什麼會選擇這一種走法路線呢? 當中有很多跟整體意識有關 我們可以每一球分析一下 好像一開始這樣,由後場對方都迫得很緊 有什麼辦法可以拆鬆上去呢? 就是看一些向前的機會 例如這一下有人走,不要浪費他,給他 好了,到這一球球了 你發現藍色三的後防球員已經邁到來了 但他邁到來的位置 是在這個黃三進攻球員的左腳位 其實後上的也有一個人 就是這個 其實他可以交給後上的這個 但因為有個藍三的後防球員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基本上叫做危險地大 所以選擇的話應該要交前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安全 好,來到這裡可以做個駁腳 通常這些 就是背著對方的球型的球型 就是做駁腳 可以駁回給剛剛我所說的 上來的球型,也沒有浪費到 好,來到這裡了 那我們應該選擇第一時間再彈 第一時間再彈上去給這個球員 還是怎樣呢 因為都說過了,有後防球員在這裡 這個位置呢,就是這個位置也是危險位置 所以我們又不適宜這樣交 所以這個時間我們可以選擇吸 所以就是說扭球,吸球過人呢 都是跟整體意識有關 你都是需要呢 在適當的時機才做一些適當的動作 所以呢,過人扭人呢 都是要在適當的時機 還有 還有,男生的球員呢 你看到為什麼要這樣過呢 就是因為他這樣來的嘛 他這樣過來的時候呢 吸這邊的機會呢 過到的機會就很大了 然後又再交橫 吸完之後 那好了,你發現呢 沒得交,但是又可以推 那就推吧 那就交個長一點點了 因為做了一段小組呢 通常猜空了呢 交個長的呢,又是一件好事 好了,去到麥希達欣這裡了 那這個時候對方拳員又在賣 我們又可以過他 所以交球和過球呢 都是要在適當的時候做 所以因尼斯達那麼值錢呢 就是因為他交球和過球的選擇 全部都是對的 好了,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矯往過正的時間 即是阿仙奴呢 你可以再交多一腳 然後再下三十三號這裡 但是為什麼我這球球 我覺得應該選擇射呢 因為我估計 在那一刻呢 你在兩三秒裡面 你就要想到的了 你就算交下去的話呢 這個藍色三腳的後位呢 其實都是會 硬著他的左腳位的 如果他硬著他的左腳位 即是他射門的角度呢 是會超細的 所以是不應該交的 這球球應該呢 如果有機會面對龍門呢 就應該要射了 雖然射不入 但是已經成功組織了一個攻勢 就應該要射了 對龍門的角度 就應該要射了 對龍門的角度